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今年夏天虽然这些口红还是橘色系 但是它们都变成了颜色非常非常嫩 非常少女很清淡的那种蜜桃色系 这所有的产品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那我就直接开始了 如果你对今天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吧 首先是MAC的这两支 那这两支是我当时看是色觉得很温柔很蜜桃的两支 它就是一个雾面的唇釉 那我当时看到这个包装我是觉得还蛮可爱的 这种磨砂的管身 它的刷头是这样子有点点像一个小葫芦的感觉 那我先来给你们试一下这支比较偏粉 我一般涂唇油都是这样涂在下唇 用抿的方式和手指就连一下 涂上去呢就是这种蜜桃色调 我觉得会显得整个人非常非常的气质温柔 那这个唇油的质地我也是非常喜欢 你们可以看到它是完全雾面雅光感 很丝滑很轻盈的质地 那我是觉得这个浅色的其实日常涂会非常好看 但是如果你平常拍照 或者是像我这样录视频颜色还是稍微鲜艳一点会比较上镜 像我买的这个另外一支颜色色号是998 它的颜色就是比较偏直一点点 那看起来会更加的鲜艳 更加的跳跃 那这个系列它因为不是那种雾面液体唇油嘛 它是这种丝绒感的 我现在用这个纸抿一下它就是会带走它的膏体 但它上嘴之后的感觉是很舒服的 完全不会拔干 那MAX的这个系列呢 我当时看颜色选择也是蛮多的 大家如果有喜欢的颜色 我觉得可以收一支 天呐 我现在这个唇色看起来好像生病了一样 下面两支是这个Pelly Pella的 我每次买口红都喜欢两支两支的买 就想说这两个颜色可以搭配着叠图 不管自己是不是已经有相同的颜色了 真的觉得和我买的MAX的这两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都是这种一深一浅一个蜜桃色一个橘色的这种 Pelly Pella的这个唇油我其实冬天就有买过 它的刷头就是这样长长的边边的 这个的质地稍微会比MAX的水一点点 但它们两个质地真的很像 很丝绒感的质地完全不会干 这支一号色就是这样子 看起来真的跟刚才的MAX很像 但这支我觉得看起来比我试的第一支MAX的颜色 更加的嫩一点点 里面的荧光色调会更加的多一点点 可能就更加不适合黄皮去使用 我平常也不太会单涂这个颜色出门 因为还是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荧光感 那这个二号色你们可以看出来就更加偏红 可以稍微中和一下它里面的那个荧光色调 这个Pelly Pella的唇油我觉得涂在嘴巴上 会比MAX的那个更加水感 也比MAX的那一支更容易涂匀 MAX的这个就是如果你的唇部状态不太好 死皮很多很干的话 它的那种丝绒质地的膏体会很容易卡在你的唇纹和死皮里面 远看还好 但是如果是近看的话会觉得它的上色有一点点不均匀 但这个Pelly Pella的我觉得就还好 它不会特别突出起皮的状态 那我自己呢是都很喜欢MAX的这个 我觉得它赢在了整个包装的质感上 里面的膏体虽然是有一点点卡唇纹 但是如果在你唇部状况比较好的时候 它出来的效果我觉得是更加的丝绒 更加的高级的 Pelly Pella的我觉得也没有输很多吧 如果追求性价比的话可以选择这个 好下面这两支呢是intoyo这个品牌的 上一支618的视频很多人问我 那一支视频里面用的是哪个唇釉 其实就是这两支叠图 我最近也还蛮常用它们的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我其实是买了三支 但我日常用的比较多的 还是这个蜜桃色和这种橘色 你们发现了吗 到目前为止我讲到的三个品牌 每个品牌两支唇油都是这种颜色的组合 这个呢是他们家的唇泥 我当时也在想说唇泥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质地 那用下来我是觉得它这种唇泥质地 其实就是跟普通的那种雾面丝绒唇油差不多 也会比那种丝绒雾面唇油更干 这种质地的唇油呢 它虽然看起来很干 可是它上嘴之后就感觉是轻薄地附在你的嘴唇上面 不会有拔干的感觉 如果你是喜欢雾面但是又很怕干的话 像这种丝绒雾面唇油会很适合你 它是那种很温柔很低调的一个蜜桃色 没有那种荧光色调在里面 下面这支橘色03反正这个底色很浅嘛 我还是就给你们直接做一个叠图的效果 我真的觉得它这个价格很便宜 颜色质地什么的都还不错 如果你喜欢雾面唇油没有不买的理由 这一支要不要给你们试色呢 我其实都没怎么用过它 比较深的烟熏玫瑰色 这个颜色也还不错 属于那种成熟稳重化的 下面两支呢是我买的纯线笔 是Wingos出的这个 毫无疑问都是一个路线 又是一支蜜桃色 一支深一点的颜色 我也说过我一旦喜欢一个东西 就会一直买 然后用到兔为止 如果你平常要叠图一些唇油 或者是图那种比较蜜桃色系的唇油 用它来画一个唇线 会很好看 它是一个非常裸的颜色 做叠图我觉得会很好看 但是你们看单图真的不太行 看起来气色很差 如果你想把它涂满整个嘴唇 第一是它这个膏体不太好上色 笔头也太细了 画起来很费时间 第二就是如果你涂满整个嘴唇 会有一点点拔干的感觉 价格也没有说特别便宜 我是觉得并没有太大的必要买它 尤其是买两支 下面一支唇油呢也是我用过挺多次 还蛮多人问的是这个 这个是Roman的唇油 珍珠奶茶系列 之前的购物分享里有跟你们介绍过 如果大家持续听到什么奇怪的噪音 就是TACO在咬它的腕支 这支的颜色呢也是就比较偏橘一点点啦 那这个颜色我真的是觉得很不挑季节 冬天的话就可以涂厚一点 夏天的话就薄涂 都会非常非常好看 而且这个颜色相对来说偏红一点点 就非常的上镜 并且也真的完全不挑肤色 最后一支真的是压皱出场 你们看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觉得 这种整个金色的包装看起来很土 但我个人是觉得这个超级好看 不管三十年还是五十年拿出来 尽管里面的口红不能用了 但是这个管身也是非常非常精美的那种 你们看 好好看 这支就是这样子的 那其实这支才是今天讲到的所有口红棉 颜色最深的 一冬天去厚涂它就会显得非常非常的有气场 而且很显肤白 夏天的话你就跟一些浅色的唇用 去做搭配 然后薄涂出来的效果也是绝美 这支我真的超喜欢 虽然我有很多这种橘棕色系的唇部产品 但我个人是觉得口红这种质地是最能凸显出 嗯 它的品质的 就可能唇用你并不能感受出 呃 贵价的唇用和便宜的唇用之间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但是口红你是能很明显的感觉出来的 贵的口红和膏体要更丝滑 颜色做的要更美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小看法 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啦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视频 还是希望你可以给我一键三连 我们下次很快再见 拜拜 拜拜